昨天上午的11点钟 在桂林林川巴黎街军英宾馆门口 有一辆私家车违章停在了机动车道上 巡逻的交警就上去查处 但是却遭到了这辆私家车车主的暴力殴打 在现场执勤的交警唐花明向记者介绍了情况 昨天上午11点左右 小唐和同事小赵一起巡逻 当他俩走到军英宾馆门口的时候 发现一辆私家车违规停放在机动车道上 当时车主正在擦车 小唐和小赵马上告诉这位车主 他站到停车已经违章了 需要马上改正 但是这位姓马的车主根本不予理财 说在自家门口停车有什么不合理 然后就走进了军英宾馆 看到教育没有效果 交警小唐和小赵决定对这位车主进行处罚 小赵拿出警务通手机 对违章车拍照取证 当拍到第三章的时候 那位姓马的车主又冲了出来 对两位交警士恶意谩骂 劲头上来后还动起了手 挥拳猛打交警小赵的脸部和手部 致使小赵手背部受伤 警务通手机也被打掉在地上 他也骂人 我也没有还手 我也没有骂他 跟我一起 上班的一个大姐抱了110 然后110过来了 对 然后就把那个人一起带 带到那个局里面去了 在街道110指挥中心的报案后 巴里街公安执勤室的民警迅速赶到 把这位姓马的私家车车主和被打的交警 一同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对于这种不服从管理的 我们将一化处理 对于在那个执法过程中 妨碍 妨碍公务 我们将从重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这位姓马的私家车车主 因涉嫌妨碍公务 最终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 违章了拒不改正 而且还殴打交警 这位老兄的这个言行 真的要好好地在拘留所里 自己好好地反省一下 感谢观看